他在國會參議院聽證裡面 所講的話 其實這是他最後一次 參加聽證會 因為他馬上要退伍了 那麼他也用特別的方式 親自跑到參議院去 做這個作證 那麼希望能夠把他所推動的 所謂太平洋嚇阻計畫 這個就是 能夠把他推動 能夠把預算拿到 那麼剛好這個PDI 跟他的名字也一模一樣 因為他叫做Philip Davidson 所以這個PDI變成 是他這次參加聽證的主要目的 那麼至於說對台動武的部分 他確實有講 我要跟各位觀眾分享 我們過去兩三年 更長的時間 過去兩三年更密集 就是看到美國的 退職的政務官 包括美國智庫學者 包括我們重大期刊的文章 都在講說 台海非常的危險 那麼有些時候我們會說 那個是卸任官員 他在位的時候沒講 卸任了以後才講 但是 Admiral Davidson 是以現役的 主管整個印太地區安全軍事 作戰的這個司令官 到美國的國會作證 那所以他所傳達的訊息 並不能夠跟其他的學者做法 擺在一起看 那麼第二個就是你看那個 他的問答的過程當中 是阿拉斯加州的一個參議員 叫做Sullivan 問他的問題 他是答詢中間提到的 不是在他自己的證詞裡頭寫的 那麼他在答詢的時候 因為參議員逼他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時間線 就是說你把時間軸 你幫我拉開跟我看 那麼他說 大陸希望在2050年的時候 就本世紀中業 可以跟美國向抗衡 有這樣子強的軍事力量 他說但是台灣是絕對 會比這個時間要早 他說應該就是未來十年 然後再加了一句 就是未來六年 他講完這句話以後 那個參議員就說謝謝你 然後就換另外一個議員問他了 我有特地看了兩三遍 就是他講話的那個語氣 他並不是特別強調 讓參議員感覺到那個六 特別的重要 特別近 他是先講十 但是對我們一個做分析來講 一個現任的四星上將 主管印太地區安全 然後又在國會這個殿堂 在他明明可以講說未來十年 以外他再加一句 在結束以前加一句說 可能是未來六年 我覺得我們如果是我的話 幾件事情一定要做 第一個你馬上要叫我們 駐美的軍事代表團 馬上去聯繫太平洋司令部 問說那個六 他背後估算是什麼 第二個有沒有什麼情資 我們漏掉的是 美國人有看到會講六年 而我們沒有這種感覺 第三個我們要去思考 如果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認為六年之內會武力犯台 而我們在台灣大部分民眾認為 絕對不會開火 這個中間的差距 會給我們自己帶來很大的困擾 也會對台美關係中間 製造一些鴻溝